我覺得要投入的資金的規模多少 其實都是相對的 看你的計畫是什麼樣的計畫 它所帶來的效益是多少 談到奈及利亞和大陸建立邦交 拿220億美元打壓台灣 甚至到處挖牆角 蔡英文重炮回擊 我覺得這個動作 真的沒有 對兩岸關係是沒有注意的 或許中國大陸當局 應該坐下來想一想 他們現在的策略 究竟有多少的效益 出訪第七天 蔡英文抵達第四個邦交國薩爾瓦多 和隨團媒體舉辦早餐會 外界也很關注 邦交國岌岌可危 就連巴拿馬也不例外 上次走訪 她簽下President of Taiwan ROC 而這次在瓜地馬拉 簽名卻是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難道有所顧忌 沒有 就是一個是用英文寫 一個用中文寫的差別而已 除了斷交危機 讓蔡英文頭大 美國新任總統川普也將就職 之前川菜熱線就讓台灣陷入 代價而沽的窘境 台灣會不會難道又變成 中美角力的籌碼嗎 我也聽過這個所謂的籌碼說了 但是我們真的不要忘掉了 我們這個以整體國力來講 我們也不算是一個小國家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就是台灣的利益 還有台灣的民意跟人民 對我們整體的對外的關係 要保持什麼樣的看法 從鞏固邦誼談到中美關係 外交情勢瞬息萬變 就算蔡總統不在國內 也得持續關注 兩大強權的一舉一動 記者董優俊 林嘉遠 陳建安 羅湘 薩爾瓦多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